第96一章 天荒区的危机 蔡田名义上是天荒市的掌权者 他也不敢对大荒木拿捏 大荒木询问敌九的下落 他立即就回答道 是的 已经找到了 他和另外四个单攻加入了五道小队居于小队 现在应该还没有到天荒区 听到敌九的消息 大荒木甚至站了起来说道 马上派人去将他带回来 调用激光直升机 飞机最忌惮去的地方就是天荒区 一旦飞机前往天荒区 那必定会被飞行凶兽盯上 大荒木调用激光直升机 这是专门对付凶兽的直升机 不过这种飞机遇见了大面积的凶兽区 一样是无可奈何 大荒木说用飞机过去 可见他多迫切要将敌九带回来 穆盟主放心 根据他们现在的路程 应该还在距离天荒区 二十里地的荒野平台休息 我们完全可以赶得上 将敌九带回来 蔡田毫不犹豫地说道 坐在靠后的余优品 忍不住说道 穆盟主 蔡市长 那敌九医术惊人无比 我想请求一下 将来能将敌九 留在天荒舞者医院 不知道两位意下如何 大荒木哈哈一笑 于是长严重了 犬子生病的时候 没有少麻烦于院长 只要犬子被治好了 敌九自然是由于院长说了算 几人说话间 完全没有将敌九 这个当事人的想法 考虑在其中 就好像敌九到哪里 他们安排的 都是天经地义一般 蔡田的手机 恰在此刻响了一下 蔡田拿起手机看了一下 随即脸色一遍说道 据于小队 几乎死伤殆尽 大荒木的脸色 更是变得难看起来 他几乎想都没有想 转身冲出了 出窗户 从高楼直接跃了下去 阿九 我们需要跑这么快吗 累死我了 崔岳和急喘了几口说道 敌九总是感觉到 有一种极度的危机 锁定着他 他不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加快了速度说道 我们必须冲进天荒区 就算是死了 也不能在这里停下来 敌九坚持 其余人也没有再说话 都是闷头冲向天荒区 一大片茫茫的雾气席卷过来 曹西淤了口气 对敌九说道 阿九 我们已经进入天荒区了 不能再往里面冲了 再冲 恐怕真的要送命 曹西没有乱说 他们冲进天荒区 也没有遇见凶兽 的确是运气中的运气 再往前的话 恐怕运气就不会有这么好了 敌九也缓了下来 他对曹西点点头 这里应该没有问题了 我能感受到这里的危险 再也不是之前的那种 之前敌九总觉得 会失去自由 甚至生不如死 但现在 他感受到的威胁 仅仅是来自凶兽而已 曹西说道 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 小安侯需要救治 敌九几人 刚刚冲进天荒区不久 一名身材修长的清秀面孔 就落在了天荒区的边缘 此人正是之前 在天荒市寻找敌九的大荒漠 他看着白茫茫的天荒区 皱着眉头 足足铸留了十多分钟 这才缓缓转身 他不知道敌九 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天荒区 最好是没有进入天荒区 也没有被尸消吃掉 一旦进入天荒区 他想要再找到敌九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荒区到处都是盲区 想要找一个人 基本上不大可能 哪怕他的修为 已经到了先天之上 依然是别想在天荒区找人 若是敌九被尸消吃掉 那他只能自认倒霉 阿九 你懂一点医术 你来帮小安侯看看这个腿 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恢复 还有你的易容 也可以去掉了 这里没有谁会对你怎么样 在一个炸药炸出来的石洞中 大毛将小安侯放了下来 对敌九易容的事情 显然包括大毛在内的 所有人都很清楚 小安侯的腿断了 这一路上颠簸下来 差点就没藤昏过去 敌九点点头 他随手用水洗去了 脸上的易容 这才来到小安侯面前 他只是伸手在 小安侯的断腿上摸了几下 随手从背包中抓出金针 数十枚金针下去 敌九熟练地拿出 两根准备好的 树枝绑住了断腿 阿九 你的医术看起来很是告明啊 崔月和惊喜地 看着敌九 极为迅速地做完了 这些动作 忍不住说道 连敌九看起来比他 还小的面孔 都被他忽视了 他不懂医术 不过敌九的动作 看起来赏心悦目 就不是寻常医生 能做出来的 小安侯也是咧着嘴说道 阿九 谢谢你了 以后 你就是我的九哥 若不是你的话 我现在还疼得死去活来 现在我甚至怀疑 只要一个月 我就可以走路了 敌九笑了笑 我刚才用了一些药液 你最多十天时间 就可以走动 真的 小安侯激动地 差点跳了起来 他几乎都给自己 判了死刑了 别看他们已经 逃出了失效 可这里是天荒区啊 他还断腿 有了敌九这个医术强者 大毛等人 都是振奋了许多 在天荒区 带着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 那等于多了一条命啊 天荒区 无论是黑夜白天 都是雾蒙蒙的一片 哪怕太阳出来了 天荒区 看起来也是灰蒙蒙的 完全感受不到 东南西北的方向 五人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 都是精神抖擞 就连小安侯也是精神振奋 曹姐 我们应该前往哪个方向 我听说很多舞者 获得好东西 都是在天荒区得到的 崔岳和激动地说道 之前他们一直算计着 来天荒区 现在真的出现在了 天荒区 几人自然是激动难以 要知道 那些顶级舞者 基本上都是在 天荒区获得机缘 然后才有机会 跨入更高层次的 对的 我听着天荒区 是上古仙人七夕之地 有很多的宝物 甚至修炼功法在其中 只要我们能得到一个 那就发了 大毛也是两眼放光 曹西冷静地说道 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个地方 天荒区的地图 我们也没有 既然我们运气好 能来到这里 也只能碰运气 走到哪里算哪里 几人都是点点头 他们虽然 也都练过一些舞 但真实实力 和天荒区的凶兽比起来 根本就不够看 舞人从外面 一直逃到天荒区 都没有遇见一头凶兽 但他们的运气 似乎也只是到这里为止 他们刚刚从石洞走出来 一头足足有一丈高的利齿狼 就发现了五人 那利齿狼一声尖笑 直接冲向了五人 快逃 这个畜生在呼叫同伴 曹西凄厉地叫了一声 然后一拉翠月河 疯狂地冲向远处 大毛一把拽起小安侯背在背上 大步跟了上去 还不忘叫一声敌酒快跑 只要不是傻瓜 都清楚 这个时候 一旦被狼群拦住 那基本上是死死无生了 经历了弹200斤奔波几十里山路 此时没有了负担 敌酒如果真的跑起来 估计他会冲在第一个 但敌酒没有办法冲到第一个 他一冲到前面 那后面只剩下了大毛和小安侯 大毛背着小安侯 一旦被利齿狼堵截住 甚至没有办法还击 那将再无生还的机会 想到这里 敌酒从背包中 抓出一把粗糙的竹刀 他必须要守在后面了 第九六二章 一人当关 利齿狼速度迅即无比 几乎是在敌酒停下来的那一刻 就冲到了敌酒面前 并且将敌酒围了起来 敌酒举起手中的竹刀 竹刀滑出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副 立体画面出现在敌酒的脑海中的一般 他下意识地按照脑海中的画面轨迹 挥出了手中的竹刀 噗 明明是竹刀 可是被敌酒这一下挥出来 就好像一柄绝士利刃一般 轻松地就将一头利齿狼的脑袋披落下来 一道血溅喷出 敌酒看着高大的利齿狼倒在地上 他惊住了 自己什么时候怎么厉害了 他疑惑地看了一下手中的竹刀 就算是一头利齿狼站在他面前不动 他也无法用这残破的竹刀 一刀披落一只利齿狼的脑袋吧 事实上是他偏偏做到了 跟着过来的那一大堆利齿狼 同样是惊住了 不过这种惊住 仅仅是几个呼吸时间而已 跟着那头高大的利齿狼 一声淒厉的煎呼 随即扑向了敌酒 其余的利齿狼也是 疯狂地扑向敌酒 敌酒的脑海中 再次清晰地出现了 利齿狼扑来的画面轨迹 他甚至闭上了眼睛 手中的竹刀 化为一道道刀影 批杀出去 一刀 两刀 几乎是每一刀出去 都有一头利齿狼 被敌酒批杀 如果敌酒有足够的气力化 也许他还真的可以杀光 这些利齿狼 敌酒仅仅是批杀了 七八头利齿狼 他的气力就有些不足了 一头利齿狼 直接咬在敌酒的大腿上 将敌酒大腿的肉 撕下了一大片 等敌酒将这一头利齿狼 批杀的时候 又是一头利齿狼 咬在了敌酒的小腹上 将敌酒小腹的衣服 全部撕开 同时带走了一块血肉 接连被咬了两口 敌酒犹如狂躁了一般 一股股气力 从身体中激发出来 竹刀更是疯狂地来去批杀 利齿狼 一头又一头地 被敌酒批杀 而敌酒身上的伤口 也是越来越多 此刻的敌酒 已经杀开了血路 只要他愿意 他甚至可以直接丢开 利齿狼逃走 但敌酒就好像 疯磨了一般 不但没有逃走 反而是冲进利齿狼群中 手中的竹刀 依然是一刀又一刀地挥出去 他的每一刀 都是按照意识中的轨迹 滑出 每一刀落下 都有一头利齿狼 被劈杀 头狼感觉到了不对 敌酒绝对是一个人类的强者 眼看身边的利齿狼 越来越少 而敌酒似乎越战越勇 只要是靠近敌酒身边的利齿狼 都会第一时间 被敌酒干掉 很显然 敌酒没有倒下 狼群就别想前进一步 头狼又是一声凄厉地呼嚎 随即剩下来的狼群 跟着头狼 疯狂地转身逃走 敌酒没有追上去 他的潜意识是追上去继续杀 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这样做 他勾搂着腰处着手中的竹刀 任凭身上的血水滴落 足足等了七八分钟时间 敌酒这才挣扎着 将自己的背包背起 转身慢慢离开 他很想倒下来 给自己治疗一下 也很想休息个够 可是敌酒心里很清楚 只要他还敢在这里多留一息 他的小命也许就不是他的 阿九没有跟上来 大毛四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石洞 几人进洞后 这才发现敌酒落在了后面 阿九应该是为我们挡住利齿狼群 这才落在了后面 小安侯黯然地说道 说完后 他的头低了下来 如果不是他受伤的话 大毛也可以帮敌酒一把 不至于将敌酒丢在最后 我大毛牵了阿九兄弟的 大毛为人很示意气 再知道敌酒为了帮大家挡住利齿狼 没有能回来 心里愧疚不已 曹西呼地站了起来 我去找一下阿九 你们就在这里等我 曹姐 我去吧 大毛毫不犹豫地说道 曹西摆了摆手 我比你灵活一些 我过去 崔岳和叹了口气说道 曹姐 就算是过去 恐怕 恐怕 崔岳和话的意思 大家都听得明白 敌酒若是真的被利齿狼群困住 这个时候 早就没有命了 回去肯定找不到敌酒 找不到敌酒不说 还有可能遭遇到利齿狼群 曹西缓缓说道 阿九也等于是我邀请来的 他还主动为我们 吸引利齿狼群 如果我不会去找到他 我这一辈子 也不会安心 大毛 你不能去 小安侯的腿还没有好 你必须要照顾他 还有悦和 我不在的时候 这里的事情 你负责一下 没有人再能说什么 曹西做出了决定 再说什么也是 没有用处 曹西之所以带着敌酒 总觉得他和敌酒之间 有一丝联系 现在敌酒 表现出来的意气 更是让他觉得 就算是敌酒和他没有联系 敌酒也是一个 值得结交的朋友 冲出石洞后 曹西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 疯狂往回冲 两个小时后 曹西看见了 倒在草丛中的敌酒 敌酒早已昏迷了过去 曹西心里狂喜 无论敌酒身上有多少险 受伤多重 只要敌酒还活着就可以 这个时候 他心里只有庆幸 庆幸自己 没有将敌酒丢下 如果他不是一定要 回来寻找敌酒 再过一回时间 怕敌酒是真的会 被野兽吃掉了 曹西完全没有心情 去想敌酒 为什么会活着逃到这里来 他第一时间 就将敌酒背在了背上 然后更是疯狂地往回逃 敌酒走后两个小时 一名身材修长 眉清目秀的男子 就落在了众多的利尺狼 尸体中间 这正是寻找 敌酒的大荒木盟主 大荒木 他在天荒区外面 寻找了好一会 也没有寻找到敌酒的下落后 这才来到了天荒区 好强 他拎起一头利尺狼的狼头 口中 喃喃自语地说道 这地上没有一百利尺狼 也有几十头 这些利尺狼 全部是一刀毙命 而且刀口整齐 甚至带着一丝 他根本就看不出来的 玄奥 大荒木肯定 这绝对是一个 不会比他弱的强者 他看了看敌酒走开后 一路洒落的血迹 摇了摇头 换了一个方向 然后迅速离开 他们这种强者 能不碰面 最好不要碰面 现在对方应该受伤了 如果他大荒木去的话 很有可能引起误会 超越先天的强者 就那么几个 他大荒木能在天荒区 有这样一份地位 除了他的实力之外 将近七个小时 还要避开一些凶兽 若不是他用药粉 遮住了敌酒身上的血腥 说不定 他们早就被凶兽盯上 天荒区果然是没有方向 他来的时候 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回去走了七八个小时 也没有走到 大毛他们藏身的石洞 此刻曹熙肯定 他和众多在天荒区的舞者一般 迷路了 于曹熙再次爬起来 将敌酒背到了一处凹谷处 用东西遮挡了一下 这才小心翼翼地 解开敌酒的衣服 敌酒必须要救治 看着敌酒的衣服 和血肉合在一起 很多地方都被 利齿狼咬得不成样子 曹熙的手都在颤抖 他实在是想不通 敌酒是怎么逃出来的 甚至还保住了一条小命 敌酒的小腹 已经被咬掉一大块 差点连内脏都露出来了 再看看敌酒的腿部 曹熙的眼圈一红 他知道 敌酒应该是没有救的了 一枚染红了的玉 出现在曹熙的眼帘 曹熙的手 一握住这一块玉 他心里就彻底明白了 敌酒之所以让他熟悉 甚至就好像前世认识一般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这一块玉 第96三章求婚 曹熙握着这块玉 心里忽然很想 将这块玉解下来 这块玉 就好像在很久很久之前 就和他一起了 然后又陪伴了他很久很久 叹息一声 曹熙终于忍住了自己的动作 无论这块玉是怎么回事 无论敌酒是生是死 这块玉 就永远留在敌酒身上吧 他解开了脸上的沙睛 将这块玉上的血迹 擦了擦 再小心地将玉 贴到了敌酒的胸口 他对医术不懂 敌酒如此重伤 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也许他唯一能做的 只能是让敌酒 不要死在天荒区的凶兽口中 敌酒的意识 一直处于浑浑霍霍当中 他偶尔清醒的时候 会以为自己即将死去了 可他总觉得 自己和别人不同 他甚至潜意识中开始修炼 曾经他也听说过 别人修炼 那都是打坐 然后吸收天地元气 再配合天地宝物 而他修炼 似乎只要意念形成就可以了 他的意念在脑海中 形成了一个周天运转 似乎也开始吸收一些元气 然后这些元气就凝聚起来 开始壮大他黯淡的魂魄 最初敌酒偶尔有意识的时候 以为这是回光返照 或者是自己一直在寻找修炼的办法 所以才有这种想法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 敌酒感觉到 他每一个周天过去 他的生命 就好像更加旺盛了一些后 他隐约觉得 这似乎不是在回光返照 他好像真的可以同一年的运转 开始修炼 曹熙休息了一段时间后 继续背起敌酒 寻找大毛等人 在天荒区 他找不到大毛等人 单独带着敌酒一个即将死去的人 那就是在找死 天荒区无边无际 当曹熙再次从一头脚包口中 逃出一命后 他知道自己 不用去寻找大毛等人了 此刻的他距离大毛等人 还不知道有多远 更是没有任何方向 看了看背后的敌酒 曹熙喃喃自语了一句道 也许上天注定了 让我们死在一起 既然这样 那就跟着运气走吧 曹熙本来是打算和大毛等人 来天荒区寻找机缘的 现在他背着敌酒 显然已经无法再去寻找机缘了 敌酒的生命力极为旺盛 被他背着半个月了 除了偶尔喂些水 也没有吃什么东西 依然是吊着一口气 如果敌酒死了 曹熙还可能找个地方 敌酒埋起来 现在敌酒还活着 就算是遇见在危险的事情 曹熙也不会将敌酒单独丢下来 既然无法丢下敌酒 那他寻找机缘的事情 就根本无从说起 大毛 小安侯 我怕曹姐不会回来了 崔岳和语气有些哽咽 如果不是曹熙带着他 恐怕他也是活不到今天 大毛长叹一声 曹姐和阿九都是最好的朋友 我只恨代替他们的 不是我 小安侯最是惭愧 不是他的话 敌酒恐怕不会落在后面 敌酒不落在后面 曹熙姐就不会回去寻找 以至于没有再回来 最后还是大毛下了决心 我们走吧 这里不是酒流之地 在留在这个地方 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小安侯和崔岳和刚刚应了一声 就听见轰的一声闷响 从几人背后传来过来 有人 三人面面相去 很快就赶紧躲在了一边 他们背后都是石壁啊 怎么会有轰鸣声音 又过了一会 背后的石壁深处 再次传来轰鸣之音 似乎还有什么东西 跌落在水中一般 这后面是空的 小安侯第一个明白过来 他激动地看着大毛和崔岳和说道 大毛和崔岳和都是点了点头 眼里充满了激动和难以言状 他们来天荒区做什么 不就是为了寻找机缘吗 莫不是他们真的遇见了机缘 等会再走 我们先将这里挖开 大毛立即就做出了决定 三人毫不犹豫地抓出挖掘工具 开始挖背后的石壁 三人仅仅是挖了大半天 就是咔嚓一声 就好像打通了一个洞口一般 一片宽敞的地方 出现在三人面前 真的是通的 崔岳和也激动起来 这说明 他们很有可能找到了天荒区的机缘 敌脚醒来的时候 正躺在一块巨大的石块上 身边躺着的正是曹熙 曹熙的手中 还拿着一个残破了的杯子 杯子里面还有一些水 杯口距离他的嘴边 只有一点距离 很显然曹熙之前是在为他喝水 曹熙衣不遮体 应该是过得很是艰难 敌脚的目光看了一下外面 就猜到了是什么情况 他留在后面阻拦利齿郎 虽然赶跑了利齿郎 他也是身受重伤 最后倒在了路边 应该是曹熙没有放弃他 回头寻找他的时候 就吓了他 曹姐 谢谢你 敌脚 肯定 不是曹熙的话 他怕已成了凶兽口中的食物 他小心地扶起曹熙 随即他就被曹熙的容貌惊住了 之前 他只能感觉到 曹熙的眼睛很漂亮 现在曹熙去掉了面纱 他才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美 拿起手中的水杯 将水送了一些 到曹熙口中 曹熙咽下了一口水 也是睁开了眼睛 他看见自己躺在敌酒怀里 似乎松了口气 自嘲地说道 之前我一直想着你什么时候死了 我就将你埋在这里 然后陪你三天 三天后 我再去天荒深处 我想我迟早也会死在这里 只是 我来这里没有去天荒区寻找一下 心里始终有些不甘心 真是没想到 你活下来了 而我却要死了 敌酒轻轻地帮曹熙 将头发往旁边捋了一下 柔和地说道 曹姐 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小山村 很多东西都不大懂 但我很清楚 没有曹姐 我怕是早死了 曹姐放心 只要我醒来了 我们就不会有事 曹熙微微一笑 没有用的 我中毒了 我的这种毒 就连天荒舞者医院都就不了 你不用在意我 我出生后 就是一个锅 多活一天 就是赚到了一天 我应该感激上天 我临死的时候 还有你陪在身边 让我没有那么孤单 阿九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敌酒将曹熙再往上扶了一下 让曹熙尽量靠到自己的身上 柔声说道 曹姐 你问吧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会回答你 还有 你不用担心中毒的事情 那我也知道 曹熙指了指敌酒胸口的那块玉 阿九 你能告诉我 这块玉是哪里来的吗 敌酒将脖子上的玉取了 曹熙轻声地嗡了一声 这块玉就好像我生命的另外一部分一般 我甚至有一种感觉 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出现 就是因为你的这块玉 我知道 这是我的错觉 或者我太喜欢这玉了 敌酒将手中的玉 轻轻挂在了曹熙的脖子上 柔和说道 既然你喜欢 这玉就送给你吧 曹熙的略微有些苍白的脸 忽然红了起来 他抬头看着敌酒 在我的家乡 将玉挂在女子的脖子上 就是求婚的意思 第九六四章 不再让你一人孤苦 哇 这次轮到敌酒惊讶了 他还没有求婚的概念 甚至没有恋爱的概念 对他来说 出来的唯一目的 就是找到他想不起来的那件事是什么 因为那件事影响到他的生存 他必须要想起来 所以曹熙突然说出这个话 他才惊讶一声 完全是措手不及 曹熙笑了笑 他的目光 看向了天荒区的深处 悠悠地说道 我应该还有几天 可活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临死之前 还有人对我求婚 曹熙就好像不知道 敌酒的表情是恶然一般 依然自顾地说道 在很小的时候 我看见村里别人结婚的热闹 心里就有些向往 也许有一天 我也可以和那美丽的新娘一般 但我七岁的时候 我姑姑就带着我离开了那个山村 你姑姑 敌酒疑惑地看着曹熙 曹熙依然是没有在意到敌酒的问话 我父母在我记事期 就没有出现过 他们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的 我小时候是我姑姑带大的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姑姑会丢弃稳定的生活 带我离开那个山村 四处奔波求活 就好像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离开那个山村后 姑姑就告诉我 永远也不要将面纱取下来 除非我打算死啊 说到这里 曹熙终于对敌酒奄然笑了笑 后来我明白了 如果我不一直戴着面纱 也许我死了 很多次了 就算是戴着面纱 我再大了一些后 也只能选择离开姑姑 偷偷来到天荒区求活 姑姑应该是知道我的想法 她没有找我 她说过我和别人不同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注定要孤苦一生 注定要被人欺凌一世 因为姑姑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够永远护住我 我一旦出现在别人的视线下 就会引来一群凶残的人 敌酒黯然下来 她明白曹熙的意思 她是一个对女孩愁美 完全不会有任何在意的人 也觉得曹熙的美 没有办法形容 曹熙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子 哪怕年龄小 恐怕也无法在一个小山村生存下去 她姑姑肯定是感觉到了这种苗头 这才毫不犹豫的 带着曹熙逃离了原来的小山村 曹熙伸手抚了一下敌酒的脸 谢谢你 阿九 谢谢你向我求婚 否则的话 我死了也不会觉得快活 我衣不遮体被你看去 而你却是一个和我毫无干系的人 我会一直觉得不痛快 可是现在 我再也没有不痛快 我们不再是外人 曹熙的目光再次从敌酒身上移开 又落在了浩瀚无边的天荒区深处 我想我应该去我该去的地方 我总觉得我该去的地方不在这里 那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很快就可以过去了 还是孤单的一个人 姑姑说的没错 敌酒心里涌起一种愧疚 她不是不喜欢曹熙 而是她对男女之情 现在还没有任何概念和想法 可是曹熙明知道 她并不是向她求婚 却要欺骗她自己 就好像她一样 她来天荒区 是为了寻找心里的那个答案 曹熙呢 也许她只要能知道 临死之前 有人向她求婚就好了 敌酒放下曹熙 她走到不远处的花丛中 踩下来了一些花 随手编织了一个帽子 走到曹熙面前 单膝跪下 曹熙 我敌酒真心向你求婚 只盼你不要说 我配不上你 从今天开始 我敌酒绝不让你受到一点委屈 从今天起 我敌酒不再让你一人孤苦 从今天起 我敌酒陪你一起走过一生 只喜欢你一敌酒的话兔的顿主 她突然冒出一个极为荒唐的念头 那就是她已经有了妻子 如果换成别人 恐怕只是想过就算 可敌酒却觉得自己有妻子的事情 应该是真的 就好像她莫名其妙会五婴六仰手 又莫名其妙会冒出那一世世的刀墓 还有脑海中突然出现的修炼方法 这一切都很是荒唐 偏偏有真实的存在 几乎是在敌酒顿主的同时 曹熙的手拦住了敌酒的嘴 试一说道 我很快就会去了 你不能只喜欢我一个 也许有一天 你运气比较好 还能够走出天荒区 我一个人早已习惯了 你不用在意 也不用迁就我 曹师姐 我可以解去你中的毒 敌酒总算是再次将这话说了出来 曹熙盯着敌酒 足足过了几个呼吸 才说道 阿九 你知道天荒区的毒是多难治吗 就算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解读医学专家 培克教授 解读也是碰运气的 敌酒 抓出自己的金针 笑了笑说道 我知道 但我不是培克 他解不掉你中的毒 但是我解得开 曹熙看着敌酒肯定和自信祥眼神 心里居然有了一丝惊慌 好一会后 他才说道 你帮我解解看吧 不用勉强 我其实看得很开 这话曹熙没有半点 瞎说 事实上 从他来到天荒区后 他就看得很开 因为他的容貌 他注定无法 和寻常人一样生活的 敌酒点点头 将曹熙平放下来 当曹熙平躺在巨石上后 敌酒反而有些措手不及了 曹熙一不遮体是真的 可再一不遮体 也是可以遮住一部分 现在他要下针 就必须要将曹熙的外衣脱掉 隔着衣服失针 至少他 现在还没有这个本事 似乎感受到了敌酒的纠结和为难 曹熙索性闭上了眼睛 他没有让敌酒动手 也没有说不动手 敌酒看着闭上眼睛的曹熙 那就好像世界上最美好的花朵 田径中带着一种傲视世界的骄傲 敌酒淤了口气 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丢下曹熙 曹熙这种女子 愿意下架他敌酒 那是他的造化 想到这脸 敌酒再不犹豫 伸手解开了曹熙的上衣 下一刻手中的金针 就犹如雨点一般 落在曹熙身上 曹熙就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倦意袭来 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沉睡过去 敌酒虽然身上还有重伤 很多地方的伤口 甚至都没有彻底愈合 可是他始终觉得 比起当初在金海医院 他下针的速度和准度 都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可见他来到天荒区后 提升了很多东西 仅仅二十分钟 敌酒划开曹熙的手指 一滴滴的乌黑血液就滴落下来 敌酒从背包中 抓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 将玻璃瓶中的液体 倒入曹熙的口中 这才松了口气 实际上 曹熙中的毒半点 都不会比当初他救的那名武者轻 但曹熙中毒不久 加上两人中毒的类型也不同 敌酒救起来也是轻松了许多 曹熙的背包显然没有戴着 敌酒从自己背包中取出一件上衣 帮助曹熙换上 这才开始在曹熙身边打坐 他修炼的办法和别人不同 别的人修炼吸收元气 知道从哪个穴位进去 哪个穴位循环一周天 敌酒修炼完全凭借意念 意念中开始运转周天 然后就自动运转周天 自动吸收天地元气 这是什么原因 敌酒也不知道 他却肯定这种修炼方法 对他有很大的用处 一夜时间很快就过去 第二天敌酒还在打坐没有 醒来 曹熙却醒了过来 他一跃而起 除了饥饿一些之外 没有半点不适 他愣神地看了看身上敌酒的衣服 又抓住自己的手腕看了一下 就算是他不懂一 也知道敌酒是真解去了他中的毒 第九六五章新婚之日 曹熙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他没想到敌酒真的救了他 哄 一阵飞机的轰鸣声音从头顶掠过 惊醒了敌酒 敌酒睁开眼睛 随即喜悦地说道 曹师姐 你大好了 曹熙疑惑地看着敌酒 敌酒 你之前不是一直叫我姐吗 为什么改成师姐了 敌酒一愣神 是啊 他似乎在不知不觉之间 就叫曹熙师姐了 见敌酒愣神 曹熙伸手将敌酒身上的一根杂草扯掉 笑了笑说道 师姐更好听一些 就叫师姐吧 我们想要和大毛他们相遇 恐怕有些难 这个地方 曹熙没有在替敌酒求婚的事情 主动将话岔开 只是又是一阵飞机的轰鸣之音 打断了他的话 敌酒从石头缝隙后 疑惑地看着天上的飞机 师姐 不是说天荒区不能有飞机来吗 这飞机怎么在这里轰鸣 曹熙也是奇怪地看着天上的飞机 过了好一会 他忽然说道 那应该是无人机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敌酒一皱眉 随即喃喃说道 莫不是来寻找我的 曹熙摇头 我们不过是偷偷逃进天荒区而已 我们这种小人物经常有 无人机不会浪费在我们身上 你知道进入天荒区的无人机 有一半 最后都会被飞行凶兽干掉的 敌酒肯定地说道 不 这飞机必定是来寻找我的 当初我在金海医院 救了一个天荒区的中毒武者 这件事 很有可能给我造成了麻烦 什么 曹熙瞪大眼睛看着敌酒 好一会他才缓了口气说道 阿九 你胆子可真大呀 敢暴露自己的本事 你简直 在知道敌酒解了他的毒救了他后 曹熙就知道 敌酒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本事 现在得知敌酒早已暴露过他的本事 曹熙心里就明白 敌酒再也无法离开天荒区了 以敌酒的本事 在天荒区待着 恐怕活不过半年 这还要看运气 本来已经决定告诉敌酒 之前求婚的事情 就此作罢 现在曹熙突然改变了 注意 抓起敌酒的手 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敌酒 阿九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在天荒区成婚 敌酒再次愣神 师姐 天荒区这么危险 我们在这里成婚 那曹熙伸手轻轻抚摸着敌酒肩膀上的大块伤口 柔声说道 阿九 你就和我一样 我的容貌一旦被人看见 我一生将在无可见天日的时候 也因为这样 我才下定决心逃到了天荒区 你的医术 同样让你这一生 也别想离开天荒区了 既然如此 我们就留在天荒区成婚吧 也许明天 我们都会葬身在凶兽的口中 可是我们还有今天 敌酒内心最深处 就好像被什么轰中一般 他忍不住将曹熙搂在了怀里 他很清楚曹熙的意思 曹熙肯定他出不去 这才愿意留在这里陪他 事实上曹熙虽然绝世容颜 他却是可以出去的 谢谢你 师姐 敌酒就感觉到 有一团暖流在内心深处生气 让他有一种冲动 绝不要让曹熙再受流离颠簸之苦 轰轰 远处传来轰鸣 跟着一团火光冲起 曹熙急切地说道 那是一架无人机 被凶兽弄下来了 我们赶紧走 敌酒嗨了一声 直接背起曹熙 曹熙连忙说道 我现在大好了 我可以走 师姐 我们那边的婚俗是 结婚那天 新郎要被这新娘 今天你是我的新娘 我背你 敌酒 扭头柔和的笑了笑 曹熙脸上微微一红 低声嗨了一下 没有再拒绝敌酒的举动 敌酒背起曹熙 曹熙拿起敌酒的背包 两人小心的走出凹骨后 敌酒才低声说道 师姐 那飞机不是无人机 而是有人驾驶的 曹熙一正 随即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一种预感 恐怕在那些强者眼里 这些飞行员的生命 连蝼蚁都不如 敌酒 忽然对强大充满了渴望 也许只有他真的强大了后 他才能带着曹熙 光明正大的走出天荒区 曹熙长时间没有吃东西 加上中毒 刚刚被敌酒解了 只是在敌酒背上趴了一会 就再次沉沉睡去 敌酒同样没有吃东西 可此刻 他却充满了精力 就算是敌酒再奔 他也知道自己 是因为什么 才如此有精力了 那绝对是因为他的修炼 那意念中的周天修炼 让他强大起来 凭借极好的眼光 和敏锐的听力 敌酒接连避开了 和七八头凶兽面对面的危险 四个小时后 他带着曹熙 来到了一个极为隐蔽的山坳中 曹熙还在昏睡当中 敌酒整理出来了一块平地 将曹熙放在了巨石上 他带着竹刀 开始在周围布置住处 曹熙为了他 宁可留在天荒区 他也应该为曹熙做些什么 阿九 曹熙醒来后发现 敌酒居然不在身边 今生做起 一点淡淡的火光亮起 当曹熙的目光落在周围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他所在的地方 全是一个小屋 小屋 显然是被敌酒仓促搭建起来的 在小屋的木墙上 敌酒用硬山红花编了一个喜字 这个时间 也只有在天荒区有硬山红了 喜字的下面 还有敌酒刻出来的一排字 敌酒和曹熙新婚大喜 一个酒精炉 放在刚刚做起来的木机上 那微弱的灯光 就是从那酒精炉上散发出来的 在木机前 有两个野竹编织的蒲团 师姐 今天是我们新婚大喜 虽然没有宾客 可我有你就足够了 敌酒从木屋外面走进来 走到曹熙身边 伸手拉住了曹熙的手 阿九 曹熙再也忍不住 激动地扑到了敌酒怀里 他不是傻瓜 敌酒之前并没有向他求婚的意思 他心里很清楚 但这一刻 曹熙肯定敌酒是真的在向他求婚 否则的话无法在这种环境下 布置出来这种婚房 这婚房看起来很是粗糙 但这粗糙中的每一处 都是敌酒用心做出来的 曾经他羡慕过别人的新婚 今天他终于有了自己的 是他要嫁的男人为他做的 这里的每一处 都让他感觉到温暖 谢谢你 让我也成了新娘 从今以后 我将不再孤单 曹熙抚摸着挂在胸口的那块玉 他感觉到这玉回来后 他的一切都慢慢的回来了 从今天开始 有敌酒相伴在身边 他再也不会感受到孤独和无助 敌酒扶着曹熙走到蒲团前 师姐今天我们就在天地的见证下 成为夫妻 苍天在上大地位正 我敌酒今天 怨取曹熙为妻 永生永世绝不相复 若为此事 曹熙阻止了敌酒发誓 他柔和的看着敌酒 阿九 我总觉得我也是天地的主宰 虽然这很荒唐 不过我们是夫妻 我说给你听也没关系 所以我们 让天地做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誓言发在自己心底就可以了 说完后 曹熙看着前方语气放缓地说道 苍天在上 大地位正 我曹熙自愿嫁给敌酒 从今日起 以夫为刚 永生永世绝不相复 第966章敌酒的修炼 敌酒温柔地拉住了曹熙的手 等曹熙坐在十以上后 他拿出一个用硬衫红编织的项链 轻柔地挂在曹熙的脖子上 师姐 我们没有红丝巾 就用这个给你 委屈你了 曹熙正正地看着敌酒 忽然伸手 将敌酒拉着坐在了石桌的对面 酒精炉 散发出来的微光 映衬在两人的脸上 这一刻 曹熙却觉得自己成了最幸福的那个人 敌酒张口 要说什么 曹熙却伸出手指住了敌酒的话 他喜欢这种静静的感觉 这一刻 就好像永恒 他要将这一刻记忆在心头身处 永不忘记 敌酒也是 正正地看着曹熙 在灯光下的曹熙 越来越漂亮 他就感觉自己 在做梦一般 从一个小山村 来到金海后 居然在天荒区成青了 也许冥冥之中 义父在护佑着他 当那灯光越来越柔和的时候 曹熙终于张口说 轻轻迎到 一张鸡 知缩光景 去如飞 蓝房叶永愁无媚 嗷嗷呀呀 知诚春恨 留着带狼龟 两张鸡 月明人静漏生息 千丝万缕相迎戏 知诚一段 回文景字 将去记成一 三张鸡 中兴有多少花 焦红嫩绿春明媚 君须早折 一只浓艳 莫带过芳飞 说到三张鸡的时候 曹熙忽然泪流满面 她的脑海中 突兀多出了一道印记 一些模糊的东西 渐渐清晰起来 这一刻 她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寿缘 只有三年 三年后 她将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 她之所以能来到这里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她胸口的那块玉 是因为眼前的敌酒 没有那块玉 她无法来到这个世界 她无法见到敌酒 她隐约之中 有一种模糊的概念 她因为这块玉来到这里 也因为她前世的一种执念 似乎她欠了敌酒的什么 甚至在临走之前 知道敌酒必定会出现在这里 曹熙呆呆地看着敌酒 三年时间怎么够 她要和敌酒一起百年 一起 永远 一起生生世世啊 敌酒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曹熙泪流满面 在曹熙说到两张鸡的时候 她的脑海中一样 突兀多出了无数的记忆 敌酒激动的手都在颤抖 她肯定 自己一直想不起来的事情 开始出现在她的记忆重了 一张鸡 之说岁月 去如飞 人生如己 不见目光 二张鸡 知就生死两茫茫 回首处 晚宫北望射天狼 三张鸡 哼 敌酒的记忆止住 无穷无尽的天地元气席卷过来 这一刻在敌酒 深周形成了一个隐隐约约的漩涡 曹熙泪眼未干 呆滞的看着敌酒 她隐约觉得敌酒在修炼 可是敌酒的修炼 完全超出了她的感知范围 据她了解 没有和敌酒这样修炼的 但曹熙常年在天荒区 隐约觉得这个时候不能打搅到敌酒 天荒区的凶兽 也被敌酒这种惊人的气势惊住 好在凶兽都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隐约觉得这种气势的地方 肯定是一个更强大的凶兽在晋级 这种地方一旦接近 必定会被杀掉 当第一缕神念在敌酒的尸海中形成的时候 敌酒的尸海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体内的真源凝聚起来的那一刻 敌酒身上的伤势已迅速的康复 当敌酒的尸海越来越清晰 他的神念也是越来越壮大 好一阵阵凶兽的嘶吼从远处传来 敌酒呼得惊醒 他睁开眼睛却发现曹熙早已已经将胸口的鲜花项链取了下来 甚至抓着他的竹刀紧张地看着残破的门外 师姐怎么了 敌酒赶紧来到了曹熙身边 看见敌酒清醒 曹熙激动地抓住敌酒的手 你之前是修炼吗 嗯 我脑海中自动出现了修炼的办法 我想我已经算是一个强者了 敌酒此刻确定他是在修炼 只是他的修炼方式和传说中不大一样 你这样做了两天两夜 凶兽之前都是跑远 你几天不醒来 那些凶兽似乎觉得也没有什么危险 就开始接近我们这边 曹熙赶紧说道 都两天时间了 敌酒一愣神 随即他震撼地张大了嘴巴 曹熙抓紧敌酒的胳膊 阿九 怎么了 敌酒缓了一口气 这才说道 师姐 我怎么可以随意看见树里之外的情景 甚至隔着很多障碍 敌酒的确是惊住了 他此刻似乎可以随意感受到树里之外的情景 不对 不应该说是感受到 而是可以清晰地看见树里之外的场景 他看见了几头独角猎豹 还看见了一群利齿狼 一个狮群 甚至还有两条巨大的蟒蛇 都往这边过来 敌酒甚至有一种荒诞的感觉 他可以轻松地飞起来 他想着下意识地 就跟着凝聚针缘 神念环绕之下 敌酒震撼地发现 他双脚离开了地面 阿九 你 他伸手将曹西搂在怀里 师姐 我的那些想法 果然不是假的 我无数次想着 我可以飞起来 也想着 我应该生活在那浩瀚星空之外 今天我终于做到了 我想 应该和我的修炼有关系 师姐 我教你修炼 敌酒的话遁住 他发现自己不知道 应该如何教曹西 因为他只是根据意念去修炼 根本就不知道具体的方式 曹西也平静下来 他微微一笑 阿九 我相信你的话 我也经常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 曹西终于没有说出 他脑海中莫名其妙的东西 他来这里 好像就是为了敌酒而已 师姐 这个地方很好 我打算就在这里继续住下去 等我出去 将那些利齿狼赶走 再回来 敌酒将曹西手中的竹刀接了过来 曹西柔和的看着敌酒 他心里 有一种莫名的信任 他 相信敌酒可以做到 甚至做得很好 你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我陪你在这里生活三年 也许三年后 我们会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好 敌酒哈哈一笑 三年后 我们就离开天荒区 我看看谁敢拿我敌酒如何 说完 敌酒拍了拍曹西的后背 抓起竹刀 跨出了木屋 第一个铺上来的是两头猎豹 敌酒连洞都没有动 手中的竹刀就卷起一道刀芒 还铺在空中的两头猎豹 就好像突然失去了牵引 铺到一半的时候 就从空中跌落 等落在地上的时候 已是化为了四解 后面的利齿狼 显然比猎豹更是精明 再看见敌酒一刀 就披杀了两头猎豹 甚至连身体都没有动一下 那利齿狼下意识地止住了脚步 其中一头利齿狼 终于认出来了敌酒 嘶吼一声 转身就逃 其余几头利齿狼 跟着敌酒 转身就逃 敌酒的神念 在伸展出去的时候 其余的狮群 蟒蛇 以及别的那些凶兽 都迅速地退走 敌酒没有追上去 对他来说 这些凶兽 就是任他宰杀的存在 追上去 根本就没有意义 他现在面临着最重要的事情 是 将脑海中的那些事情 全部整理出来 最好能明白 他为什么会和别人不同 回头看了一下远处的木屋 敌酒眼里的杀气 迅速化为柔和 他迅速地走了回去 第967章 凶兽的禁地 曹熙站在木屋门口 看见敌酒回来的时候 立即眼里露出惊喜 他就是在迎接外出归来的丈夫 师姐 我决定了 我们就在这里生活 我相信 最多一年时间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离开天荒区 敌酒远远看见曹熙 一步就落在曹熙面前 将曹熙搂住 曹熙依偎在敌酒的胸口 柔声说道 阿九 一年时间太短了 我们在这里生活三年吧 敌酒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说道 师姐 这里太闷了 生活又不方便 之所以现在不出去 是因为我担心我的实力还不够 曹熙神色一暗 没等他说话 敌酒就看出来了 曹熙不大想出去 赶紧说道 师姐 我们就在这里生活好了 和师姐在一起 肯定一点也不闷 你就会说 好听的 曹熙红着脸低声回了一句 敌酒低下头 温柔地看着曹熙 前几天我闭关了两天 新婚之时 将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这是我的错 曹熙听到敌酒的话 脸就更红了 敌酒弯下腰 将曹熙蓝腰抱了起来 走进了简单的木屋 小安侯吐出了口中的鱼骨 淤了口气 迅速将背包背好 进入天荒区一年多时间了 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逃亡之中 好在他也不是一无所获 尽管大毛被暗算了 他还是得到了一卷功法 这一年来 他按照这卷功法修炼 相信不会比那些地级舞者差了 可这里是天荒区 小安侯很少有敢自己动手烧火的举动 他大多数时候吃的都是生的东西 吃完后 迅速地转移一个地方 见货 忘恩负义的东西 如果不是曹姐救你 大毛 时刻护着你 你崔岳何能活到今天 我呸 收拾完东西后 小安侯照例低声骂了一通后 这才迅速地转走 他能活到今天 除了机灵之外 更重要的是 坚信在一个地方 绝对不要超过三天 一旦超过三天 人的气息就会散发出去 然后吸引来更强大的凶兽 只是今天 小安侯仅仅走了半个小时 就呆滞住了 他竟然看见了 吹烟 是谁不敢活了 敢在天荒区吹烟 寻常舞者在天荒区烧火 那就等于活得不耐烦了 因为烟火百分之百会吸引凶兽过来 难道是天机舞者 自己 要不要过去看看 小安侯犹豫起来 他来天荒区后 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敢在这里吹烟 一般的舞者小队 也不敢随意在天荒区吹烟啊 狄九抓着两只野兔 走回小木屋 吹烟升起 就意味着世界已经在做晚饭了 这一年来 随着他的修为越来越强 他记起来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多 他已经知道自己现在的修为 相当于金丹镜了 只要再进一步 他就能凝炼出圆魂来 只可惜 这里的天地元气太过薄弱 若是天地元气足够 他现在的修为 恐怕要在墙上百倍都不止 狄九始终觉得 还有一些东西 他没有想起来 只要他想起来了 他随时都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修炼资源 那个时候 他的实力将犹如火箭升空一般蹭蹭上涨 天荒区别的地方 没有人敢升起炊烟 狄九这里却是百无禁忌 或者对天荒区的一切凶兽来说 这里有一个禁忌之地 那就是狄九生存的地方 任何凶兽来到这里 都要绕一个圈过去 至于那些不绕圈的凶兽 早就化为了尘骨 无论多强悍的凶兽 只要进入了狄九所在的地盘 那就没有走出来的机会 师姐 我回来了 狄九远远就叫了一声 曹西一脸欣喜地冲了出来 尽管狄九距离木屋只有十几步远 他依然是迎接了 上去 伸手将狄九打下来的两只野兔接过来 曹西撑了一下狄九 这附近的野兔都被你打光了 狄九尴尬地笑了笑 你又不喜欢那些凶兽的肉 我只能去远一点的地方了 对不起 师姐 曹西捂住狄九的嘴 还说这个 我们进去吧 他清楚狄九说的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那是因为狄九自己可以修炼 却无法将修炼办法传给他 狄九正想说话 曹西忽然弯下腰了一下 狄九赶紧扶住曹西的身体 随即惊喜地说道 师姐 我们有儿子了 曹西一致 随即喃喃说道 真的有了 我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他的眼圈瞬间就红了 他一直希望能在临走之前 给狄九留下血脉 如今听到这个消息 他心里就犹如打翻了五味屏 开心的是 他终于圆了这个心愿 给狄九留下了血脉 难过的是 曹西出生的孩子将没有妈妈 曹西再也忍不住泪水滴落下来 没有了自己的照顾 阿九和孩子会好好的吗 看见曹西流泪 狄九赶紧搂住曹西 对不起 师姐 是我的错 曹西终于挖的哭出声来 回身搂住狄九的腰 心里一片迷茫 他不在了 孩子怎么办 阿九怎么办 狄九不知道如何安慰曹西 正当他想再劝说几句的时候 曹西停止了 哭泣 他抬起泪眼未干的脸 看着狄九 阿九 我们出去吧 狄九一愣 师姐 你不是说不喜欢外面吗 我们就在这里 生活不是挺好的 曹西摇了摇头 阿九 离开天荒区后 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 我希望孩子将来不要和我一样 生活在天荒区这个荒野所在 曹西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 一旦他去了 孩子还小 狄九一旦照顾不到 孩子 就会在天荒区消失 不要说凶兽了 就是天荒区的环境 稍不留神 就会迷路 除此之外 他和狄九在天荒区没有关系 可孩子不能一辈子在这里生活 狄九用手擦了擦曹西的泪水 师姐 听你的 你说出去 曹西嗡了一声 伏在狄九怀里安静了下来 踏踏 轻微和警惕的脚步传来 狄九抬起头 他的神念扫了出去 曹西也惊醒过来 他仰头看着狄九问道 阿九 怎么了 狄九拍了拍曹西 有人过来了 曹西听到有人过来 也从狄九怀里离开 站在了狄九身边 不大一会 两名男子就出现在了狄九的木屋外围 咦 还真的有人在这里生存 还敢吹烟 走在前面的是一名瘦高个男子 他看着小屋旁边 还冒着的烟火 惊疑了一句 在这瘦高个的男子身后 是一名长发中年 这两人除了每人一个大包裹之外 还都是背着长刀和VT步枪 看样子就知道 在天荒区的时间不短了 VT步枪是一种能够连发60枚子弹的突击步枪 在天荒区使用最为广泛 不过很多凶手 用突击步枪的效果并不大 所以很多舞者都更习惯用自己的冷兵器 两位朋友 就凸得顿着住 随即指着敌酒 眼里充满了震惊 瘦高个后面的中年男子 也认出了敌酒 同样是脸露震惊的盯着敌酒 敌酒一看两人的表情就明白过来 微微一笑说道 两位是不是认识我 第九六八章相逢 但两人很快就再次挣住了 他们目瞪口呆的看着曹熙 隐星和整形的美女 他们见过太多了 可他们真的从未见过和曹熙这样天然去雕饰的美女 这是仙子吗 天底下还有这种美丽的女子 敌酒哼了一声 两人醒悟过来 太不礼貌了 不认识 瘦高个匆忙之中回答道 不过再说了三个字后 立即就觉得自己愚蠢 他都做出这种惊讶表情了 再说不认识敌酒 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倒是瘦高个背后的那名中年男子 对敌酒一抱全说道 我们的确不认识朋友 不过现在外面很多人都在寻找朋友 我们也是在画像和寻人的通告中见过朋友 他算是看出来了 能在这个地方光明正大的生活 还生活做饭安然无恙的 能是简单之辈才是怪事 看着周围的环境 敌酒在这里生活 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 天荒区的凶兽是眼睛瞎还是鼻子坏了 这些显然都不是 唯一的可能 那就是敌酒舞蹈强悍之极 来这里的凶兽全部被干掉了 现在甚至凶兽都不敢过来 哦 敌酒嗷了一声 淡淡说道 是哪些人找我 长发中年连忙说道 几乎整个天荒市的大人物都在寻找你 其中有大荒盟的盟主大荒木 天荒市的菜田 天荒舞者医院的院长余有品 世界第一解读专家裴克教授等人 对了 听说金海的曾家也在寻找你 那他们为什么要找我 敌酒问道 长发中年没有隐瞒 裴克教授和余院长寻找你 估计是看中了你的绝世医术 至于大荒盟的盟主和曾和 听说是他们的儿女得了一种病 这种病只有你治得好 孽元病 敌酒立即就明白过来 之前他只知道是孽元病 现在他已经明白 孽元病 其实根本就不能说是病 这种病是灵根太好 哪怕不修炼 也会自主吸收天地灵气 一旦修炼 那更是疯狂吸收灵气 一个不会修炼 也没有根基的人 吸收太多的灵气 无法通过经脉消化 也开辟不出来 食海 自然会溃虐自己的身体 你真的知道这是什么病 长发中年男子今生说了出来 他可是知道这种病多么可怕 全世界得这种病的人不多 但是得了后都是必死无疑 本来得这种病的不多 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关键是得这种病的 基本上都是全世界最顶级强者的后代 或者是顶级大佬的子孙 现在出了一个可以治疗这种病的敌酒 一旦真的被证实 恐怕全世界都会闹翻天 让他不明白的是 敌酒这种实力 加上又可以治疗这种病 出去后应该地位非常高 每个人都来巴解 才是 为何要躲在这里隐居 当他的目光再次看见曹熙的时候 心里就明白了 敌酒实力再强大 有如此美貌的妻子 恐怕也是难以安静下来 五道强大的好色之徒 实在是太多了 一旦遇见一个狠的 敌酒 恐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抢走 不说别的 就是那个大荒漠 就是一个顶级好色之人 孽缘病本来就是灵根太好 又虚不受补 这才造成身体溃灭 大家族或者顶级舞者的后代 本来灵根就要更好一些 加上又有功法 又有各种天才敌宝 不得这种病都不能 敌酒喝喝一笑 我自然知道 否则我怎么知道好 若是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不留两位了 两名舞者听到敌酒的话 赶紧告辞 面对敌酒这种强者 他们半点想法都不敢有 甚至出去后 将敌酒的消息泄露的想法都没有 泄露了敌酒的消息 对他们没有半点好处 咦? 两名舞者刚刚走 敌酒就惊疑了一声 曹西疑惑的看着敌酒 阿九 又怎么 这一年都没有人来 今天怎么来两拨人了 咦? 不对 是小安后 敌酒说完立即走了过去 曹西听到小安后来了 也是激动起来 赶紧跟着敌酒急步走了过去 小安后脚步放得很轻 同时正张头张脑的小心窥探着 当敌酒和曹西突兀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小安后 你怎么了 大毛和月和呢 曹西疑惑的看着小安后 小安后发现是敌酒和曹西的时候 立即冲了上来 曹姐 阿九 真的是你们?你们没有事情 那太好了 你怎么弄成正模样 大毛和月和没有和你一起 曹西看见小安后披头散发 浑身脏兮兮的 甚至还散发出一股腥臭味道 小安后眼圈一红 随即大骂道 崔月和那个贱人实在不是个东西 曹姐你走了后 我们三个发现一个天荒遗迹 那遗迹里面有很多好东西 武道功法 还有几种丹药武器 我们三个当时都很是高兴 约好了一起研究那些东西 还想着留给你和阿九 可是 曹西心里一沉 他感觉到了一种不妙 他和大毛 小安后 崔月和三个人一起在荒原市边缘求活 情同兄妹 谁出了事情 他心里都不好受 小安后切齿说道 崔月和那个贱人 趁着我和大毛轻点东西的时候 竟然暗算了大毛和我 大毛当场就被暗算重伤倒地 我也是身受重伤 大毛临死之前 用力抱住了崔月和的脚 让我赶紧逃 找到你后 告诉你不要相信崔月和 小安后抽气的擦了擦眼泪 大毛用命保住我逃了出来 我在天荒区一直是躲躲藏藏 狗言残喘到今天 真没有想到 今天还能遇见曹姐和阿九 曹西眼圈也是红了 他下意识的摇了摇头 月和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我和月和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我很了解他的为人 他肯定不会这样做 肯定不会 他的语气却是越来越肯定 那就是说 他到现在依然坚信崔月和不是这样的人 小安后急得跺脚 曹姐 这些都是我亲眼所经历 难道我还敢骗你不成 那崔月和就是暗算了大毛和我 我这里的伤疤还在 小安后说完转过身 果然在他的后脑勺的后背 有一道刀痕伤疤 伤好了 可那疤痕还在 可以想象 当初这一刀若是再深一些 恐怕小安后的脑袋 都会被劈成为两半 迪九忽然说道 小安后 你说最初的时候 你们三个人都很高兴 甚至约好了一起研究那些东西 只是后面崔月和突然改变主意 这才偷袭了 你和大毛 小安后 没有在意迪九话的意思 只是点点头 嗯 是这样的 其实如果他希望独占 只要说出来 我和大毛也不会抢夺他的 迪九皱眉 他相信曹西的判断 曹西说 崔月和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三人沉默了下来 还是迪九打破了 沉默说道 这样吧 我们先去你们所在的那个地方看看 如果他们不在 我们想办法离开天荒区再说 第九六九章 离开 我知道路 小安侯立即说道 他伤势好了后 也是偷偷回去看过 只是那个时候 崔月和早已不在 迪九和曹西收拾了一下东西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 就是迪九的一个包裹而已 就是曹西有些依依不舍 这个小木木 他和迪九生活了一年多 曹姐 阿九 你们 小安侯这个时候 才感觉到不对劲 之前他一直沉浸在了相逢的喜悦之中 对曹西的容貌 他反而并不奇怪 大家一起阻断 他也是偶尔见过 曹西 之所以信任 他和大毛还有月和 那是因为四个人几乎是生死之交 大家交往不是为了什么利益 都是靠的互相帮助 也正因为这样 曹西才不大相信崔月和会做出那种事情 曹西奄然一笑 小安侯 我和阿九已经成婚了 小安侯一愣 很快他就醒悟过来 连忙说道 恭喜 恭喜 说完后 从背后的破包里面开始翻动 好一会 他才翻出一株用树叶裹着的药材 递给迪九说道 阿九 你和曹姐成婚了 以后我要叫你九哥了 祝贺你们新婚之喜 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可送 这一株药材 是我偶尔得到的 两只凶兽 为了这一株药材大打出手 我趁着他们不注意 将这药材偷走 谢谢你 小安侯 曹西赶紧在一边说道 咦 迪九却是惊疑一声 伸手接过药材 他感觉到 这药材中蕴含着一种 让他针圆跳动的灵性 这是 一个突兀的名字 出现在迪九的脑海中 迪九脱口而出 宁魂草 随即迪九激动的看着小安侯 谢谢 这东西对我有用处 我现在就要用掉 曹西和迪九生活了一年多时间 迪九的话一说出来 他就明白了 他对迪九点点头 你去用吧 我和小安侯在这里等你 迪九迫不及待的进入小木屋 一根宁魂草被他吞下 随即他就感觉到 无穷无尽的灵气聚集起来 比起平常修炼 不知道要畅快多少倍了 阿九 可以修炼 小安侯精益地看着小木屋 他虽然只是一个地级舞者 却能清晰感受到 周围元气的波动变化 很显然 迪九是在吸收天地元气修炼 而且这动作 比他平常修炼要强大太多了 曹西点点头 是的 阿九如果不能修炼的话 我们也无法在这里生活一年多 小安侯 你走的时候 看见大毛真的被杀了吗 无论是大毛 还是小安侯 或者是崔岳和 对曹西来说 都是和亲人一般 无论是谁受到了一点伤害 那都是他不想见到的 我走的时候 大毛还能抱住崔岳和的腿 只是我逃走后 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就不知道了 小安侯惭愧地说道 他不知道多少次后悔 不应该自己一个人逃走的 就算是大毛让他逃 他也不能就这样逃了呀 曹西又询问了几句后 忽然听到迪九一声长笑 跟着 就连曹西都可以感受到 周围天地元气的波动了 阿九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怎么这么厉害 小安侯惊叹不已 他隐约觉得迪九 修炼的功法非常不简单 我也不知道 曹西说了一句后 就迎了上去 迪九从小木屋走走了出来 他的气质和气息 都和之前有了本质的区别 你修为又上了一个层次 曹西激动地看着迪九 迪九的实力越强 他就越放心 迪九拉着曹西的手 嗯 我跨入圆魂境了 又想起了许多东西 甚至可以炼丹 炼气 阿九 你能炼丹和炼气 小安侯不敢相信地看着迪九 炼丹和炼气 那都是绝世强者才能做的事情 每一个炼丹或者是炼气的宗师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点 迪九犹豫了一下 随即就说道 没错 我肯定我可以做到 就好像五鹰六羊手一般 迪九自动就会了 在他试验之后 确定自己会的东西 的确没有任何夸大成分 现在他对炼丹很是熟悉 相信也会和五鹰六羊手一般 不会有虚假 那太好了 九哥 你出去后 肯定是万人敬仰的存在 我虽然被炊月盒暗算了 我也不是一无所获 我得到了一部五修功法 说话间 小安后从破旧的皮带中 拿出了一张笔皮带 还要破旧的东西 然后将这东西 小心的递给迪九 迪九接过来看了一下 应该是某种皮质的 上面的字有些模糊 不过仔细看 也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最重要的是 上面还有一些人形修炼图 只是看了几眼 迪九就将东西递给小安后说道 这东西 我估计也没有多大价值 小安后 你也别修炼了 我在跨入元魂后 记起来了一种修炼功法 叫这星空诀 从今天开始 你跟着我修炼星空诀 说完 迪九转向曹熙 师姐 你也跟着我修炼星空诀吧 曹熙连忙点头 他很渴望修炼以后 能明白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寿命只有一年多了 阿九 我真的可以跟着 你修炼吗 小安后激动起来 迪九修炼的动静 他已经看见了 而且刚才迪九还说了 可以炼丹和炼气 可以肯定 迪九得到的传承 绝对比他得到的 要高级太多太多 迪九肯定的说道 自然可以 曹熙就知道 小安后至少回来过很多次了 半天后 三人就回到了之前的那个石洞 曹熙远远站在门口 就说道 是这里 当初我从这里离开去寻找迪九 迷路后没有找回来 没想到只有半日入城 小安后连忙说道 曹姐 幸好你迷路了 要不然的话 恐怕会更危险 曹熙摇摇头 我不知道悦和为什么这样做 若是我和阿九也在 也许悦和不会这样做了 小安后心里叹息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他亲身经历的东西 曹姐只是不愿意面对这种残忍的现实罢了 不过曹姐说的也对 如果曹姐和九哥也在 崔岳和应该是不敢暗算的 崔岳和再暗算 也不可能同时暗算四个人 迪九走进了石洞 石洞中很是凌乱 在石洞的后方 被大毛三人挖开的痕迹还在 从石洞后方被挖开的洞口进去 里面不但有一条溪流 还有一个神龛 神龛就建在溪流的旁边 只是此刻神龛上面的东西 都是凌乱的倒在地上 迪九弯腰捡起旁边的一块石头 上面甚至还有一些血迹存在 看见迪九捡起石头 小安后摇了摇头 那是大毛的血 大毛就是在那里被暗算的 我后来也来了几次 都没有看见崔岳和和大毛的踪迹 你现在修炼到什么程度了 迪九忽然转向小安后 小安后没有半点隐瞒地说道 我是地级舞者 小安后你读地级了 听到小安后地级的时候 曹西震惊地说了一句 地级舞者已经是一方霸主 难怪小安后可以在这里生存下来 那功法非常了不起 我得到的应该仅仅是边缘部分 主要的都给崔岳和拿去 我读地级 估计他现在超越天级了 小安后说道 第九七灵章 再见崔岳和 迪九虽然不知道天级舞者是什么样的存在 他隐约有一种感觉 天级舞者在他手里应该不值一提 走吧 师姐 小安后 不管崔岳和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 若是崔岳和跨入了天级 我相信他第一时间应该会出现在天荒市 在迪九看来 崔岳和若是有了天级的力量 他必定会去天荒市 强者在天荒市 那是天经地义 因为更好的东西 不需要强者自己去寻找 只要在天荒市就能够得到 如果每一个强者 都将时间浪费在去寻找修炼的东西上 那修炼的时间就不够了 别看小安后能一年多时间就跨入地级 那是因为小安后有一定的底子 更重要的是 小安后得到的功法 对一般舞者肯定是非同小可 还有一点底九没有询问 那就是小安后 应该服用了类似宁魂草这种宝物 就算是这样 小安后后面的修炼速度肯定会慢下来 迪九没有飞剑 也没有飞行法器 如果只有他和曹熙两人 他还可以抱着曹熙离开天荒区 现在带着小安后 三人只能选择走出去 出去的路倒也不是很难找 一路上三人遇见了几头凶兽 迪九连手都没有出 都是小安后出手解决的 从小安后动手的干脆果断上 就可以看出 小安后在天荒区这一年多时间没有半日空闲 天荒市 迪九来过一次 上次来的时候 是他和曹熙 小安后 大毛 还有崔岳和 今天回来的时候 只有他和小安后 还有曹熙三人 上次他来的时候 甚至连天荒市的里面都没有进去 仅仅是在天荒市外面转悠了一下 然后就和 居小队一起离开了天荒市 天荒市 不管是过了多久 都是热闹无比 小安后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叹息一声说道 比起他在天荒区里面 吃着生肉野草 喝着生水受血 天荒市的那些强者 实在是太舒适了 修炼资源 有人去天荒区寻找 每餐吃的都是 最好的厨师做出来的 呃 敌九忽然顿主 他惊讶地看着 天荒市外面的牌楼上 怎么 曹熙和小安后的视线 没有敌九那么好 也没有神念 都是疑惑地看着敌九 敌九指了指 天荒市外面的牌楼 我看见了崔岳和 他在那里 小安后立即切齿骂道 这个贱人 肯定是获得了 顶级的武道功法 然后修炼到了天极 来天荒市作威作福了 现在他必定和天荒市的 那些强者坑赫 遗弃 我们再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小安后知道 敌九很强大 可敌九再强大 应该也只能 保住他们几个安然无恙 想要撼动天荒市 这里的顶级强者 那应该还差得远 敌九摇了摇头 不是 他不是在作威作福 而是被人吊了起来 挂在天荒市的牌楼上 之所以还有一口气 应该是每天都有人喂他食物 用药材吊住了 他的一条小命 曹熙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 快 我们快点 将他救下来 敌九点点头 走吧 到牌楼敬前再说 三人加快脚步 走到天荒市入口处的时候 曹熙和小安后 也都看见了崔岳和 就是对崔岳和恨之入骨的小安后 此刻也是面露不忍的神色 实在是因为崔岳和现在太过凄惨了 衣服犹如破布一般挂在身上 而且和血肉粘贴在一起 不知道被折磨了多长时间 他的头发和双手双脚都被倒绑着 掉在了牌楼上的一根横木上 在他下方的一块木板的边缘 紫色的血迹已经干了 可见正如敌九预料的 他被掉在这里已是有一段时间 曹熙只记得当初和崔岳和一起的点点滴滴 此刻看见崔岳和如此凄惨 早已是眼圈通红 不用曹熙再说 敌九从背后的布包中 抓出那破旧的竹刀 敌九的竹刀 不过是寻常熟铁打造 换成一般的人用这柄刀 杀了上百的利尺狼 还有各种凶兽 刀 早已卷口的 没有用了 敌九这柄刀不但不见半点卷口 反而是愈发锋利 看起来甚至带着淡淡的刀芒 小安后还以为敌九拿出竹刀做什么的时候 敌九站在不动 手中的竹刀卷起两道刀芒出去 这两道刀芒分为上下个一道 上面的那一道刀芒直接落在牌楼顶部 下面的这一道刀芒 却是切在牌楼下方的四根柱子上 两道刀芒之后 小安后疑惑的看着敌九 因为牌楼没有半点变化 依然是和之前一样 小安后还没来得及询问 就听到咔嚓一声 支撑牌楼四根雕刻的非常漂亮的粗大木柱 化为碎渣 同一时间 牌楼顶端掉住崔岳河的横幕落下 不等着横幕跌落在地 敌九手中的竹刀再次化成几道刀芒 跟着手一张 崔岳河已经是柔和的被敌九放在了地面上 没有半点损伤 至于绑住崔岳河的横幕和绳索都已经化为碎渣 周围看见敌九动作的人都是轰动起来 这种轰动不仅仅是敌九一刀就碎裂了四根粗大木柱 更重要的是敌九洞都没有洞 就将崔岳河救了下来 不过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天荒市要出大事了 天荒市外面的牌楼可是天荒市的象征之一 那四根粗大木柱每一根都是数百年的铁木雕刻的 现在被敌九一刀就毁了 这简直是 这就算了 关键敌九还敢救下崔岳河 崔岳河可是大荒盟的盟主大荒木掉起来的 传说当初救孙修的名义敌九 就是和崔岳河一起进入天荒区的 之所以吊起崔岳河 那自然是寻找敌九了 他是敌九 终于有人认出来了敌九 敌九在天荒区修炼到了圆魂镜 气质有了巨大的变化 但现在敌九在天荒市外面 公然将崔岳河救下来 自然是有人认了出来 在认出敌九后 立即就有人冲进了天荒市 敌九当初只凭借名字 人没有现身 就脚合的整个天荒市都鸡飞狗跳 如今真人出现了 那肯定是一场巨大的地震 阿九 岳河还有救吗 曹西已是弯腰 抓住了崔岳河的手 敌九点点头 可以救 我来背他去天荒市吧 找个地方住下来再救 尽管小安侯对崔岳河恨之入骨 见到崔岳河这般模样 也是说不出话来 九哥 还是我来背吧 小安侯叹了口气 主动说道 敌九没有拒绝 他点点头 你背也好 那边来了几个人 说不定要和我打架 敌九自觉自己的实力 可以轻松碾压这里的舞者 他毕竟没有放对过 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 所以小安侯背着崔岳河 到时候动手他可以全力而为 请问 可是敌神医 小安侯刚刚背起崔岳河 天荒市就冲出来了好几个人 说话的是走在最前面的紫衣男子 乌黑的头发 续着八字须 给人一看 就是久居高位者 看这几个人出来 两边的人纷纷让开 并且攻身行礼 或者是圆圆打招呼 敌九三人就知道 这几个冲出来的家伙 在天荒市地位不低 敌九走在最前面 语气平淡的说道 神医不敢当 敌九正是本人